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萬魔之王復刻版任務有出了 我現在正在領石頭 就是 不然進去裡面 你也沒石頭可以領 其實我的隊伍 不太需要這一隻 只是說想要試打看看 如果能夠 一顆石頭就打到 暗游的話 那我可能 會考慮就直接通關了 如果一開始就已經 一直花石頭的話我可能 就放棄了 打萬魔了因為畢竟 需求不是很大只是單純 收藏而已 可以看到這一陣子的石頭 就送了蠻多的 基本上通關應該是沒問題的 只是說 浪費石頭蠻多的 因為這一次的 關卡的部分 運氣成分比較重 然後石頭還蠻多的 領完了 包含這一次輪迴送的 石頭 總共32顆 我的通關隊伍 簡單來講就是收隊 本級沒有很高 所以石頭會吃很兇 隊員當然會是選 五星的 不是五星那個 黑狗 就是CD5的黑狗 那我們現在先來 試刀看看 等級是CD5的黑狗 我來先挑戰看看 你看看前面是不是可以不吃石頭蠻 通關 現在開始為大家吃飯了 這看到就不囉嗦 直接先打其中一隻 一隻攻擊力2000多 我開一下 那個 飼料一下 然後 我有計算了 之前的 攻擊傷害 BOSS的部分等一下再跟各位報告 好 這三隻的話 攻擊2000多 當然是先 殺 火山地精 2800 08 血不知道多少 試試看 用combo數來 來強 因為如果一次 你全部殺下去 可能就沒辦法存CD了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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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殺掉一隻 因為打水的部分 我的攻擊力比較弱 所以我先打 打這個 那個 森林地精 一樣combo要分開拆 不然 兩隻會一起死掉 可以看到我的combo是非常非常弱的 3到5 按到全體攻擊 沒有注意到 不要再掉了 好 趁這時候集CD 我的方式來講 甚至 一段一段打 沒關係 因為它損得 損得越少 你又有機會集CD 後面的話 攻擊太大 就像這種 頭痛 沒關係 CD5的集到至少 後面關卡還OK 這邊的攻擊 一隻傷害5000多 一樣集中 我可能先打一隻 但是 能全體攻擊 就全體轟 還不錯 然後趁這時候 順便清一下炸主 好 ! 這三隻 攻擊力連擊之後都是1萬多 所以同CDD一定要先殺 因為下一回合是暗影劍好CDD 我想思考一下要不要直接全丟了 其實不丟你死也 下一場也是 這一場死也是一樣意思 我覺得不需要省下來 直接全丟了 然後場上1 2 1 2 3 4 有6顆 用斷開的方式去去連 像這樣 增加combo數 我還是要指定 像這隻快死了這隻還沒死 但他打一下 1萬出頭 我應該還可以爭取一下CD時間 所以我會先打 這隻 不行 這隻要先打 因為這隻一下就秒掉了 所以你現在要先把這隻扣一點血 如果打死他也無所謂 因為我們可以爭取3CD 所以左邊那隻殺掉就好了 這樣我進場還可以滿血 喔喔 太大力 應該還不錯 到暗影劍好這邊還沒畫到石頭 可是我沒有絕招可以丟了還要3回合 啊 忘記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血量的部分如果各位有進來的話 有進場之前可以先升級 像我現在沒有控制到血量 因為如果你是激素的血量的話 暗影劍好可以撐3回合 但是我因為我現在是偶數的血量 所以只能撐2回合 不過你只要有興趣也無所謂 沒有差也是3回合 好這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就是大力打 沒什麼特別的那個 只是能點越多是越好 好 因為我轉星闖4隻 所以這優勢還滿不錯的 這兩隻等一下就回回來了 現在可以先看哪個處比較多 木處比較多 所以我先把它轉回新 雖然說我也不知道我在轉什麼 手殘啊無所謂 光珠子有3顆就沒有必要轉了 對 哎呀 手殘少一combo 哇哦哦哦哦 好現在再活下來 漫珠 木珠4顆 我先不轉 2 3 3 3 4 3 4 啊 六千多有點危險 好 現在還活下來 好 我是建議 這個時候一二三四轉木珠就好了 能活就活了啦 不能活就無所謂 好 看了我的轉珠你們應該會比較新興一點 天降一下 的確運氣啊 大王的時候他會跟你講運氣是很重要的 好 光珠我就轉一下 好 我現在剩木就可以轉 轉金蟲都給我轉轉光了 好 我現在剩木就可以轉 轉金蟲都給我轉轉光了 台面上太多珠 反而有些時候我還反而會比較容易搞不清楚 好 這一回合沒有轉型了 好 這一回合沒有轉型了 可能的話再撐一回合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酒精 天降 我的運氣真的還算OK 這個意思是叫我去打萬魔就對了 基本上我這隊伍的好處就是CD5靠轉金蟲在撐這樣 我評估還是沒辦法殺掉他所以一樣繼續轉 這次還好沒有太手殘 結果沒有天降 1 2 3 4 5顆 不過這樣有個好處啦 因為我這樣一直可以拖到蛇腰可以暫停上回合 如果大家6combo以上的技術應該這關就還蠻輕鬆的 好我剛選擇了補血不選擇攻擊 因為補血的話我可能會死掉 好下一關的話基本上是秒殺所以我決定把這個 那個轉型保留下來 留在下一關用 好所以代表我這一次如果他沒死我就要GG了 好 很險啊 真的 這個 蠻危險的 好很好 很好 都沒有CDE 因為我不曉得是不是會有CDE 因為我要爭取這隻黑狗的一回合 好他可以消消血就盡量多消一點沒關係 欸 斜轉 看失誤 反正都是秒殺 所以我又無所謂啊 欸 啊 沒有指定攻擊 嗯現在我在考量是要直接丟呢還是要留還是要石化 這邊弄石化是不是有點浪費 剛剛凹掉了 很多浪費割石頭 嗯目前這個豬卡的比較尷尬的畫面 我用比較省時間的方式去隔開combo 那鑽石不夠多你就盡量用比較省時間的方式 欸運氣不好 被鞠掉了 嗚呼 32顆 好我決定打王 因為只花了一顆我已經過暗 嗯 花了一顆 現在只花一顆我就已經過暗游了 所以我決定截關 我兩回合要爭取好 不要在這邊又被鞠掉了 好 我應該可以鞠掉啊 喔 喔 非常好 六 combo 我數一下 怕他還是CDE 好實話我決定不開 為什麼 因為實話如果我保留的話我可以增加一點我被的攻擊力 所以現在只好靠自己技術來打combo了 六combo的部分呢 我建議combo數太多的話 就接5combo就好 就接5combo 但是我要接得到才可以 等一下 我算一下牌 不好意思 試試試看 試試看 1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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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因為我是比較習慣轉的,在開始數啦 所以這個有點難倒我 5,6,8,少1combo 有點痛 火果還有一回合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先開 竹雀,增加新竹 4combo來講還好 4combo的話我可能 嗯 4combo 3或4吧 很好,完全很好 像這個時候5combo的話 是比較好的時機 我建議像這種 4到5combo放絕招 我這時候會開始化 最後可以爭取攻擊他的機會 然後也避免他 爭取他不會打我的機會之外 然後實話我可以增加1.5倍的攻擊 按珠只有4顆 光珠只有4顆 因為我3回合可以爭取的話 我是建議一起轉 因為我珠子還蠻亂的 這個1射 2射 3射 斷開 5combo應該是可以的 基本上我是沒算 但是建議大家不要像我這樣 因為我算牌不是很快 5combo 然後這種攻擊方式的話 我會選擇 全面膠 因為全面膠掉下來 在接combo 的機率不是很大 1 2 1 2 1 2 3 4 我就是算大概 4combo 然後天降1combo 1 2 3 4 好像這樣 1 2 3 4 天降1combo 這時候攻擊力 注意一下 只剩下到 35%而已 所以基本上對王來講 跟抓癢一樣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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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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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5combo 5combo再加一個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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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ombo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就接3combo 但是是接紙的 因為紙的機率比較不容易會撞到 5combo 啊 撞到了 這樣這個橫就是很危險 因為紙的話 按照機率來講 我自己平負是 比較小 1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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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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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死了 剛 剛花幾顆啦 現在都數清了 我看 一顆兩顆 好像三顆吧 沒關係 繼續接 預計十五顆之內 應該是看起來是OK的 喔 六combo 又在為難我了 真是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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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六的 對我來講就太難了 2 4 5combo 5combo還可以接受 好像現在滿血 我覺得是個機會 5combo 既然是5combo 我可以直接 轟出去 這個木的時候四顆 我可以保留 下一回合再來做 五血的狀態 如果全少的話 五combo 畫面上來講應該是OK的 右邊按著 1combo 2combo 3combo 4combo 一樣 我不會算 直接算 1 2 3 4 2 3 4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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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給我就對了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3啊 靠點 我死掉了 喔 竟然要花幾顆啊 其實要賭的就是炸那一下的機會啊 2 4 6 哇 又是6顆 對那些高手來講真的是好機會真的是 對我眼睛真的是地獄啊 對 這是地獄的副本 啊 想想想想想 1 2 3 好 快輸了 又是邊轉邊算 1 2 3 4 5 好 5顆 3 4 這樣OK 又多一個 5 我覺得他是不是故意多給我的 OK 講個不好笑笑 Shit 3 Combo 3 Combo 今天要用紙的 紙的風險比較低 順便轉一下先去留下去 好 這邊是紙的 這邊也是紙的 這邊也是紙的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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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2 3 3 4 6 6就好賣 像現在對我這種 轉出不是很多的人 過去他就是個機會 因為他只要3 Combo 所以我決定直接跟他玩 反正天降 整面消耗天降真的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會直接決定用3 Combo 打他 直接轉開就好 這邊不要接 Combo 直接這樣 1 2 3 然後天降不要 對很好 像是這種機會 就是 我會建議 技術不是很好 還是像我這樣用會比較好 轉型跟他用 我是毒很大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把握 這時候我不接 我覺得2 Combo 因為我是狠的 對 又多一個 多兩個 我要再見 因為我的隊友爆發沒有很強 所以基本上燒石頭是 一定要的 4 1 2 3 1 2 3 4 不要浪費 橫的話 如果是橫消的話 我會建議就 要少 如果是直消的話 的話 要剛剛好 我自己的認知 是覺得是這樣會比較適合 他如果真的怕Combo會撞到 像這種3的話 盡量削到上面 或是要削紫的 把一些雜珠把它削一削 尤其是水珠 我的水珠最沒有用 我用削可能 1 2 OK 那我可以這樣 我可以給他扣血 我血還夠 又是丟了 不是高手的好機會 小弟不是高手 小弟不是高手 1 2 3 4 5 我技術不好 我只能這樣算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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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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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這時候綠珠我就不消了 我又打算跟他賭了 反正我只要出來就是個機會了 技術不好你們有機會就盡量把握 有些時候一次就中了 中好的話中一次就夠了 1 2 1 2 3 4 最好是斷開一下 我要找切開的底 1 2 1 2 3 目前畫面上只能做4COMBO 天降應該還可以再多1COMBO 我是預計做5COMBO 可是好像做不太出來 有所謂了 反正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1 2 3 4 5 我燒了喔 燒不住 這就是運氣嘛 雖然說他敢作弊我也不知道 4COMBO 1 2 3 喔喔 斷數太少 1 2 3 在跳天降 沒有 3COMBO的話 角的大絕對我比較有力 一下雪 無所謂 為什麼啦 因為我有兩隻是 因為我五隻都是CT5 可以配合 配合 上 所以無所謂 好像現在我新竹蠻多 雖然轉出來了 可是要注意是3COMBO 不能太多 所以我盡量把 他本來會切開的地方 就 變得不切開了 1 2 3 應該是3 不要天降就好 喔 找茶嗎 你看 創大絕不給天降 那一掉下來 9COMBO就送給你 用石頭真的燒過去了 真是 好像這個有CT2 CT2 蛇 蛇藥我就先不開 5COMBO 其實5COMBO對我來講 蛇藥應該要開才對 沒關係我爭取 等一下一回合 我現在 蛇藥先開了 所以你開 因為5COMBO速不穩定 1 2 3 4 2 3 4 5 不要天降 好運氣不錯 3COMBO 1 2 1 2 3 3 直的3 機率會比較小 1 1 2 2 2 3 好吧 這時候不轉 燈蛋會死 6 我現在只能選擇盡量切開而已 沒有別的選擇 這3顆水的 離那麼遠 這3個暗的也離那麼遠 只有這3顆木子比較接近而已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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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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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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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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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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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2..3..4..5..5..3..4.. 到這個我就怕血 4顆 1 2 3 4 啊4這樣很危險 對不對 沒有4combo以上盡量不要 不要0 4combo以上盡量用紫的 又是6combo 好一樣我都只是用平的 我是比較覺得有機會攻擊就攻擊 所以我CP賺很快 我之所以不轉綠的又增加combo 沒有為什麼 因為6combo真的是蠻多的 等一下我怕他天降十幾combo 不要笑我 再一個 非常好 1G了沒 1G了沒 還差一點點 1G1 2G1 3G1還好 蠻閃的 應該還有機會 對 好 非常好 哇 玩魔智隆入手 大家看我這樣的玩法應該會覺得說 用獸隊拼應該是還蠻簡單的 我自己 剛魔術控制不是很好 而且我隊伍這個隊伍是非常 非常等級不是很高的 因為看大家分享都是99的 哎 玩魔之王 薩魯曼 入手 再讓大家看一下我的隊伍 可以看到 只有黑狗是最大 20幾幾 40幾幾 50幾幾 就拿來臭了 這隻 這蛇女是 昨天才剛練比較高一點而已 以上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順便可以增加大家的那個 怎麼講 信心 因為小弟轉租不是說很好 只是用一些戰略上的分享 跟大家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 下次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關卡 再和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啦 掰掰